歡迎回到第二節動漫廢物電台 錄播節目逢星期三晚港萬咬者邦 收聽的方法只有一個就是來到動漫廢物的電台網站 網址是www.acrubish.org 如果你聽到這一段話就已經去到那個地方了 如果想和我們聊天就可以去留言 第二節有什麼想吹水 三個神兵,玲瓏劫 都算是文文地搶,是一些修煉 說劉邦,劉彼 收起雙鼓劍 這段很少年留下了 我覺得前段是,如果同樣說劉彼的修煉 我其實很喜歡後段 最後說到他走出去洛陽 然後被人打了一大餐 然後回來就說 我要這個世界有正義 豬頭 成長得很快 確切了他自己的心思 這個角色有目標 還有有經歷所以去改變 而不是很Default,因為他是劉彼 所以就要這樣 今期很多 還有趙保錶應該是趙雲 這個應該是趙雲 以造型來計算 如果沒有記錯 朋友 講正義 這個應該是 很像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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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場下 厲害 應該 三個裡面的角色都不太多 尤其一開始 和劉彼有關係 我挺喜歡劉彼被女人罵 多管閒事 令到他有另一個新的想法 我覺得這些成長是需要的 以往都一直是比較描寫得少的 好像 通 對 所有東西都Default 我覺得其實不需要這樣 通應該是因為他是劉彼 所以一早就要正義 他其實開頭都不太正義 這一期就講他 為什麼要追求正義 會合理很多 但是中間有些東西看 中間又有些service 又service不得了 只有型 我自己就不太知道 究竟曹操現在對面玲龍的心情是什麼 你是喜歡他 不喜歡他 是因為他出賣過你 但你又好像對他還有感情 你不是之前已經跟北斗說 我不會再信任何人 我覺得曹操這一段是傲嬌 很傲嬌 他對他說 口不對心 對 就是寶寶在這裏 我不會再理你了 但寶寶又不能下了他 然後便玲龍一早來 已經復讀自殺 我不讓你死 你不可以死 你只可以讓我殺 我要你死就死 生就生 嘩 你很傲嬌 唉 你真是 但他爆衣的幕 哪有爆衣 被曹操爆衣 撕開衣的幕 每日浪也不在 好奇怪 冰士坦也說 那件衣服的纖維有些問題 那件衣服的纖維有些問題 那件衣服的纖維有沒有問題 我不知道 我沒有染過 要用化驗才知道 是紫質 不過他撕開衣服的 那個爛法很奇怪 兩隻手在橫空中間 扯爛了 但爛了之後 就只是空部的衣服 是爆開了的 但舌頭是完全絲毫無損的 還要很漂亮 根據一件衣服的設計 應該不會是這樣 可以撕開衣服 還要是背心 下一格就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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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沒有爛到 其實還未撕開衣服 因為撕開衣服要連貫 如果是由中心撕開衣服 那就可以慢慢爛上去 他跳了一格 其實可以是一開始 就連上面的頸位也爛了 如果畫出來的話 還有他爛得很奇怪 好像改了款 剛剛遮住 剛剛遮住 你想想一個正常人 你想撕破衣服 你會不會在中間 沒有缺口的地方 要撕破衣服 然後撕破衣服 然後撕破衣服 然後由舌頭這樣 撕開衣服 也不一定 這個爛法只會是自己大隻都要爆衣服的時候的爛法 不是 有很多都是這樣的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小英健那套藍龍 都有的 都是在中間開他空的 在中間開他空的 剛剛用手臂遮住 很重要的兩點 所以我覺得不完全是問題 但是他要探望他的肚子 然後撕破衣服 對 這個才是重點 我要探望你的肚子 我不用撕破衣服 而更大的問題就是 我撕破衣服之後 阿曹宗按下去的那個位置 其實是衣服沒有爛的那個位置 只是撕破你的領 那你撕破心口對上 是有什麼意思呢 可能他要刺激自己 某一方面的慾望 才可以提升自己的感應能力 嘩好均勢啊 所以要撕破你的胸 他抱完之後才有感應能力 去感應到那個BB 那講不講得通這件事 不… 通不通這些 你生氣 你自己決定 我又不想多說 算了吧 等神兵大會才插她 喂 不是啊 我還想說是誰 誰啊 呃… 呃…呂布的女兒 喔 呂布 詩迪有些看法 我有些看法 嘩這女兒可能是某一個角色 我是啊 你看她 她跟呂布的關係 其實她會不會是 她會取代了正主中的雕蟬的角色 為什麼會這樣想法呢 那你要跟呂布發生感情的 如果呂布到時 看而… 看而… 看現在的去勢呢 如果對中… 她會有去勢這麼慘 即…那個劇情 哇…男人最痛 那個劇情就去勢 應該會跟這個… 這個瓶在… 配成一對嘛 但如果她瓶下來的雕蟬 也挺慘的 你想想想到一個雕蟬是傲嬌的樣子 一個雕蟬是傲嬌的 一個雕蟬是傲嬌來的 到時你真是雕蟬 意思是她特地要跟呂布配襯在一起 那會不會是取代了… 因為正傳中的三角是沒有雕蟬的名字 我未必會這樣看 理由就是… 如果我們按回… 我猜她不會太大幅地改動角色的流程 其中有一個大家都有印象的 就是…其實是黃韻詩的 這個所謂的美人計 那如果你… 放過了… 即是被… 這個是… 瓶熙做雕蟬的話 其實她之後會… 其實她之後是害呂布的 是啊 會… 可能… 會… 寫到心不由己吧 即… 即… 又來了… 同一個劇情條短 那就重複吧 不會那麼蠢的 我相信… 你變玲瓏這些是… Service來的 我覺得她這個角色… 呃… 只是出來搞事而已 即是通常她的新角色… 即是沒有戲的 即是如果她本身是… 三個次裡面有的角色 她會隱隱惠惠惠地說出來 就像剛才你說的趙兄弟那樣 即是她不會突然咬一咬 將來她就變了趙雲 即是不是這樣 嗯… 嗯… 都…都講得通 她留給正面的樣子很搞笑 即是她們之前打那麼多場大戰呢 她樣子都很英俊 這次是故意做到她被人打口中面中 那樣… 我覺得… 既進步又退步 好像你剛才所說 那樣很明顯 即是平時… 即是大家都是君子之交 即是格劍那些 很友善的 打都不口中面中 但被一個女人中兩罪 嘩… 嘩… 你看那些女人真是多兇 真的… 真的… 會不會是因為… 以為是葉平發的女朋友和老婆 不是…她被趙雲打的 嘩… 趙雲真是… 挺重手 我覺得其實… 這一點應該日後都應該每一本書都要留意 打完膠口中面中很正常 對… 厲害 而不應該是… 好像以前打完膠口中… 嘩… 君子… 還可以拍這個君子雜誌封面 那些… 還可以立大頭 有專人在後面幫我們設頭 那些… 打極頭都是這樣 喂… 講起她那本… 龍炎舞 不是…法道神兵嗎 改了名字 改了名字 我沒有記錯 不是呀… 神兵法道法佈會 不是呀… 改了名字 在她的blog有寫的 搞錯呀… 那這本… 那這本… 還未到呀… 還未改名字 喂… 好像很多… Surface 奇進最近都要走這些路線 那樣 呂窩就只有比堅尼啦 阿摩羅呢 都是… 比堅尼啦 阿摩克都是比堅尼啦 阿摩克都是比堅尼啦 基本上三套東西是同一系列的 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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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下音位就是… 即是… 副位就是會跌下去的 是… 為甚麼呢… 為甚麼要這樣做呢… 雖然其實我沒甚麼所謂的 即是對於人切來說 但為甚麼三個都會是這樣呢… 三個… 真的有原始的味道 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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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我看的樣子都不像是三個… 都是… 真的有些皮來的… 就是… 毛… 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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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毛…毛… 那樣的… 還有這個不是惡魔人那樣的… 噢… 這個… 暗黑嗎… 是… 好像那些… 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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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兩個問題想問一下你們的意見 第一… 你們對於這一類的人切會不會很反感 因為阿狼這些味道之士會不會很反感 嘶… 你為甚麼要漏那麼多呢… 漏那麼多… 我不需要這些服務 要服務的話不如買一碗龍虎炮吧 我又覺得… 反不反感的其次 反而我覺得… 你如果要… 特意要做到人切要是… 在這個方向走呢… 我就會讓我想到… 你會不會是因為故事不行 會不會是話不行 所以你要做這些事情 而吸引人去看第一期呢… 你對自己的故事沒有信心 才要去做這些事情出來呢… 我反而這樣想 我會… 吸不吸引到… 但我想說… 吸不吸引到就自然見智吧… 看見哪些人… 你說阿狼也吸引不到 那可能這類人吸引到呢… 你不知道的嘛… 甚麼書的第一期都吸引到我的啦… 我垃圾書買的 那倒是喔… 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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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嗎… 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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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 嘶… 我覺得她的造型沒有什麼創意 女人都是三點認識的,比堅尼 女人都穿比堅尼 我覺得這樣吸引不了讀者 我們拉到有多低,開到空有多寬 有什麼意思呢? 真人穿了衣服,拍張照片 叫趙石姿再Cosplay 趙石姿不要那麼醜 趙石姿? 趙石姿吧,幫忙去 趙石姿吧,總之不是趙石姿 趙石姿就不是看樣子的 對 那樣子是打格 你遮住他就行了 為什麼要打格 你侮辱別人 不如你掩著眼睛 我的看法是 其實開多一些新元素都是好的 但我跟斯蒂所說 沒有理由三個主角 同一個系列走出來 這些是換季的時候 同一個款 你為什麼要三個人用同一個東西 現在是夏天 擺明Fashion Show 又是長蝦,又是三點飾 即是內衣蘇 其實是內衣蘇 那你也穿著眼睛給我看看 不是 內衣蘇裡面 男人不是主角 女人才是主角 說說其他公司 溫瑞安群合轉 越戰越勇 真的很好看 是 我想我這期第八期 我想我第四期才可以看 我也是 我第六期可以看 你們之前沒有看嗎 不是沒有,是沒有心思追 其實有一個很致命的缺點 就是他很多字 我都同意 你看得出他這本書是很用心 很重料的 畫面質 很漂亮的 文字完全不會論式 寫多少出來都會塞進去 還有呢 阿拉斯迪你先說吧 這樣會有 閱讀 會有困難 所以最初就吸引不了我 就是這個原因 但反過來這樣說 其實呢 溫瑞安群合轉這一本書裡面 它是有另一種講漫的味道 就是它很少龐白 很少龐白 大部分都是用對話去推進 間不中 固然 你作為一本薄裝廣漫 小不免都有些龐白框 但是呢 其實它是很多透過對話去推進故事 你會見到呢 其實它比起其他廣漫 是少很多龐白框 這個都是我欣賞的地方 透過角色之間的互動去推動故事 而不是透過龐白告訴你 這個故事現在正在走 這個戲劇的味道就是在那裡走出來 是的 我蠻喜歡 雖然字是多了些 但是都耐看了 變成反過來 它也不是因為 不會有很多無無畏 又文不對題的龐白框呢 我開頭不看 因為我還未擺放到神寧 那個颱風 我看到第一期的人物就差不多一樣 特別主角的設定 阿三 那時候想起神寧 我沒有心想看 但是到第六期 說到關七瘋了 很精彩 那時候開始覺得很想追 反而越看越好看 這段時間 這段時間的業者很有氣氛 關七突然在白框後面動出來 動出來 雖然那個光暗應該是打錯了 如果他在光天化日之下 兩人怎麼會有兩個人面 都是剛剛背光 很明顯背光 但是關七就有光打 很明顯有電筒自己拿著 剛剛白仇飛 白仇飛自己的樣子遮住了 把電筒放在腰帶上 是不是在頸上 把電筒放在頸上 自己幫自己打燈 問你拍味 白仇飛你還不會嚇死 如果他打綠燈的話 就犯鬼嚇他 犯鬼都是嚇黃小石 這個角度 但是他做到一個氣氛出來 他是很精美的 而且他有一個氣劇的味道 透過畫面帶出來 例如23葉 這裡連續六格 由軟至近 你看到好像是一個鏡頭 電影變成這樣 這個構圖很明顯要歸公 歸公司徒劍橋 歸公司徒劍橋 我不是罵他 其實我想說 功勞歸於司徒劍橋 還有很多不同的裸鏡 裸鏡 裸鏡 赤裸的鏡頭 有歸公又裸鏡 其實你們說了一本書 鏡頭的拿獵 有一個鏡頭 這個就是 例如這個 這個主觀鏡頭 一個拳頭 這個是李沉舟 李沉舟 打唐斬 這裡 又是你看到的氣勢 李沉舟和唐斬 這段 打的畫面表達很漂亮 好啊 好努力啊 我又很喜歡 我覺得很漂亮 表演火勁 火洩 出招的時候 爆天 火焰刀 類似那些 那些 真有型 那些 中天爆 那些 暴堤 那些 難怪那些人不喜歡看字 中文字都不懂 反光 就知道 像熔岩一樣 有點像那一套 那套 什麼東西 無雙 絕世無雙 絕世無雙 那套 血月神通 類似 那時候也做得很漂亮 絕世無雙 我完全不知道 那套血月神通 第一部 我說他的電腦技巧 電腦效果做得不好 當然不夠現在這本漂亮 那前居可鑑 現在溫水庵 然後他點進水 風流踩進水 點一下 其實很多都做得很漂亮 好備心機 總結就是一本好備心機的作品 不單止是畫面 不單止是畫面 其實那個故事 大家經常都救病說話 那些故事處理得不好 溫水庵群俠傳 故事裡面都做得好 雖然我們老實說到現在 我們是第一次插這本書 就是插蘇夢審不夠精明 但他之後告訴你 其實他也補了局 雞毛不夠深 當是level了 當我們那時候還沒看到 後續插了 基本上一路去下去 雖然我覺得現在 都不是完全沒有缺點 就是不停地滲人 滲人 這一期是唐斬 下一期是關七 下一期是八十匪 下一期是風流 然後就 太多了 你不用每一期都推出 因為他太多人 老實 你可以慢慢做 群俠傳可以推出五六百期 應該不會推出那麼久 不過呢 我們上一期 講起一些Q版 你真的沒得好說 Sero劍拳的Q版 就算是古裝 你都會覺得好fit 是啊 那就是個合不合的問題 會好像三個神兵一樣 跟故事突然之間變得好像 不是很接到鬼 而且你講起上期三個神兵那個部分 你看到他分析 無論是分析 畫面的 故事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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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技巧 都是很 很硬 我覺得 分析完全是 例如上面 那時候卡通 我記得是卡通式的 下面 就轉了全電賽 我記得有說過 同一頁裡面有兩種不同的 風格 正如小貝說 你一看就覺得好像是兩本書 不是同一本書的 裡面的畫面 你通常用Q版 通常是比較輕鬆的劇情 才會用 那不太快出場 可以不可以用Q版 下面《塞機無神》 呂布又老法衝冠的 這次這本 群俠傳你覺得 他都有兩頁Q版 但是他在說的話 你可以用Q版表達 我真的 他真的 我發覺 我幻想 他很幸福 跟他揹著我 很開心 原來後來 他喜歡我 原來喜歡的是我朋友 這是很搞笑的表達方法 用Q版完全沒有問題 故事上 至少沒有問題 我相信 如果之前我們一直都說 看書有時序 很可惜 《溫索胱群俠傳》 是星期三出 星期三出 他一定是最最後的本 才好看 如果星期三出 第一本看應該是 星期三出 沒什麼輸 其他那些是 《溫索胱群俠傳》 放星期四 都可以排到好後才看 對 他算是 頭幾位值得 放在最後看的 好 鵝腸龍兼飛 鵝腸龍兼飛 冰之今期不太喜歡 《九星歸圓宮》 即是《九宮》 簡稱 《九宮》 《九宮飛星部》 裡面有叫做 《九宮飛星部》 有叫做功課 我原本不想比較一下 因為今期我看完之後 就講一下 全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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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讀得準一點 你腹去 讀了全虛子 差不多了 差不多 跟三軍對打 不停互相騷擾招式 終於把全虛子 那個什麼 三元歸一 很難記 那個都是兵貨 三元歸一 招式 都騷擾了大部分 我發覺差不多 表達的畫面 他所出招的樣子 基本上是魚雷神獎 離火元兵勁 對 離火元兵勁 招式名字 只不過跟魚雷神獎的畫面一樣 只換了名字 所以我沒有時間去對 我哪招 其實真的是哪招 表達畫面 是跟魚雷神獎的招式 我記得最初 頭幾期 是有騷擾過魚雷神獎的招式 有 直到送卡 那我就不完全同意 雖然剛才說起 都是玩冰火 但魚雷神獎有很多屬性 例如第五色 跟肚子有關係 金屋水火的肚子有齊 對 有屬性玩又不一樣 我所說的是 他的畫面的表達手法 例如 我不知道哪招 我又是推兩隻手出來 然後身邊有些氣勁 有一招就是 不知道怎樣 呃 呃 即 怎樣說 好像最後 什麼一招 什麼風沙烈羊 就是不知道 雙手合十 跟魚雷神獎 那招就是好似的 唯一不似的 就是最後一招 鐵極重倉 這招沒有 這招就是沒有的 其他那招都是 你都聯想到 不知道是神獎的哪招 不過一定要 找回那個 以前 頭的幾期 才對 我對 神獎這一招的感覺 是 有點黏 整體來說 雖然一直說的是 哪一個殺孫碧靈 這招 但又好像 引伸了很多其他 現在不知哪一個是主線 究竟全女子是主線 還是調查 暗殺孫碧靈 即是唐心 是 是 是哪一個人的事 而火雲邪神 入魔又是 是不是主線 究竟哪一條 才是主線 整個故事 就好像 你所說 就好像全虛指 全世界 煲到他很厲害 很厲害 但對打的時候 很差 就是 不知道他好像不好 不懂得打 還是只有獎 我覺得山軍 因為一開始沒有一個很厲害的 出場 氣勢 所以如果你說山軍 本來已經很厲害 是其中一個 聯盟 武林聯盟的一個 頭頭 誰人都知道他很厲害 現在是說到 他是新起的派別 那全虛指和他打成平手 或者打輸給他們 就不會覺得 山軍特別厲害 或者全虛指已經很厲害 可以挑戰到一個武林名宿 如果你說 全虛指是緊輸給孫碧玲 或者火人邪臣 那我就看得出 全虛指現在很厲害了 現在不只是 山軍不是 完全做不到 我覺得 全虛指很差 因為 山軍現在在他們眼中 是一個 很偏遠的一個小幫派 雖然 只不過在中原不出名 其實星島派很出名 本來在外域 來到一個這麼不出名的人 你都打到 跟他拘捕了這麼久 都好像很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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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的 或者打和 應該是說整部電影裡沒有一個重心被人討厭 一個很強的重心 他只不過被人覺得是假裝豬吃老虎 我的意思是整本書裡沒有一個很強的人 讓讀者一種感覺是要快點消滅他 我們上期所說的奸的不奸,中的不夠中 雖然一個中的人都可以有奸的一面 而奸的人都有他有情有義的一面 但不代表他們沒有了這群人 我會覺得現在是沒有了這群人 會不會是牛老舍習慣了古惑仔 不是,其實他煲古惑仔都有些大奸大惡的人 例如山雞 山雞由慢慢煲到現在大家都想去看他壞 很想看他壞街 或者是蔣天仰 他一直都串串共 很想看蔣天仰或者藍哥怎樣搞正他 諸如此類 或者以往的東英五虎 或者水靈十傑 你都是想很快就煲到他們 在一個很明顯跟主角那一派對立 然後才會有機會可以令到你比較多投入感 似乎他的恩怨就表達不到出來 不夠多恩怨 現在是一個普通江湖 自己在這裏插皇帝 有些省都不知道 他在爭權奪利 才是他重點劇情 如果反過來,再不好看的SF4 我都知道赤穆斯營和太極神應該是奸 豪鬼將會是龍的最終敵人 諸如此類 隱約都猜到 譬如像薩道一樣 我們知道是凱撒 現在知道是索羅 但是神掌沒有了這群人 就算龍虎門再西也好 我們都知道陳磊雲會變壞 還有通天白年,原始廣法和羅撒教都會跟龍虎門支持 即是沒有了目標給他的主角 對,現在沒有了目標 我也不知道龍劍飛做什麼 他的目標好像是準備要生龍九州出來 唯一的理由就是 我們唯一要看的就是 人生大事來的 下期看看怎樣 給點時間去醞釀一下 講起都生出這個傑出的第二代 我想說一下王無忌 大家都同 龍劍飛和王無忌都很相似 就是他們都會生出一個傑出的第二代 龍九州和王寧 我覺得這兩個人如果可以走得在一起 我也是Fan 講一下臭仔驚 Wavey男人好 男人老狗 是不是不同時代 好像是宋袋 宋袋 不是有惡飛出來 宋袋和清末 沒辦法了 沒辦法了 神兵F再見 在英明殿 阿薩淳域 老時代都可以回去跟他們聊天 玩包招招 叫他們練好武功可以回去 武功可以回去以往 怎麼看 龍祖宗快要被人打回頭 龍祖宗出現了 你笑什麼 你笑什麼 給你解釋一下 沒有什麼驚喜 大家都知道那個人是老祖宗 第一集就第一期已經知道 白髮剛出來的時候 沒有說 後來又說有個金毛的 有個白髮的 大家都猜到白髮那個是老祖宗 第一期已經開了 他沒有想到報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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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有想到 他沒有想到 阿偉在專欄裡經常都寫 就是 白髮那個小劍先 接下來就會被轟飛去他原本的世界 越快越好 這個王山之戰都不知道要搞多少 怎麼看 兵智 我不喜歡白髮老祖宗 最後認識 最終權宜 我的理由就是因為 金髮小劍怎麼認識 所以令到他就會領略到 我覺得這件事是不同的 誰認識 金髮小劍先 金髮小劍先 金髮仔認識 所以白髮那個也認識 那金髮和白髮是同一個人 那不用再說 因為現在你不同時代 兩個人相遇 那你是不是因為 應該怎麼說 你的時間 時間 那個時間錯了 如果 金髮小劍不回來現在的時代 金髮小劍不可能 會遇到最終權宜 會走入最門的 禁地 金髮小劍遇到最終權宜 因為我是未來的你 所以我 根本邏輯上是錯的 時間上是完全不對的 都不對的事情 其實老祖宗回來 早就錯位了 我根本就不需要安排他認識這件事 他本身的武功已經這麼強勁 要告訴他 白髮小劍 連最終權宜都認識 那這件事怎麼打下去 不用打的了 一向都不用打 不要瘋了 為什麼要講到他要認識 既然做了 又創造了一套新的 這麼厲害的武學 那為何又要被白髮小劍 都要認識這件事 這件事全部玩了 我不覺得厲害的 根本就是大便賣 你給老魔似似的伺服 分享出去 Bt 最終權宜是Fox還是BT 大家都猜中 大家最初人會想 你又有一套新的隱秘 最終權宜 可能最後就是靠這件事 即是叫做力穩狂 或者改變戰局 又不是的 最後就是 比特人又是 都會認識的 那這套東西有什麼特別 有什麼重要 分別浪費了這套東西 沒有的 黃武姬又練了 讀功又不知道 練了什麼 那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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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都下載下來 先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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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用不用 又另一回事 好 我會期待一下 這個王玲出生 我會期待下一半 那不是的 他都快到日帝月後編 先下載 我想快要搞定王山之戰 因為 老祖宗 老祖宗太厲害了 其實 為什麼要找他出來搞事 其實現在 你現在打完之後 黃武記和小劍先 要不要再打多一場 不能打 他都說了 但都說日帝月後編 快要出現了 即是日帝月後編都快要出現了 其實黃武記和小劍先不打 日帝月後編是誰打的 是黃靈還是黃武記打的 日帝月後編 黃靈 對 即是要等兒子出生 可以說了幾十年後 赤飛呢 赤飛是跟黃武記的 對 但現在還不出場 日帝月後編出 即是專欄中英偉 應該是說他認識了赤飛 赤飛 所以赤飛後編才會幫黃靈 因為跟他爸爸是朋友 所以幫我洗澡 當然也會牽涉到宗教背景 有一點 日日跟班辰有些關係 喂 這個整個問天 是啊 我也覺得 超像第幾頁 第29頁的 老祖宗 整個問天 生了鬍子之後 是啊 所以馬上要長一點鬍子 算了吧 下一頁就長一點 下一頁就是最後一頁 我自己覺得 這次最拳開錯頭 說到尾 如果現在 當時是一個小總結 除非他有得再鬥 開錯頭 找老祖宗來教飛 結果就沒有了 黃武記和小劍先的恩怨 因為現在很明顯 變成所有人和老祖宗的恩怨 就是像龍虎門 舊主 通天教所有全世界都追著老祖宗來打 圍堵老祖宗 例如現在 小劍先錯手殺了罪話 那又是跟老祖宗的恩怨 而不是跟黃武記的恩怨 而黃武記又要 應該說 毒仙救了小劍先 搞到 練癖邪又說不再搞黃武記 一家三口 那就是他們兩派 其實是消耗了 那些恩怨 沒有什麼打 後面 所以就被迫 全部都是跟小劍先的瓜葛 不是 就是跟老祖宗的瓜葛 因為 出了太少奇數 到現在為止 要看看他的報復 所以他將來會怎樣 作為今集最後一個 小小的 這個叫什麼 資訊 告訴大家 現在坊間出了一本新的朝華版 那個名字呢 朝真版 對 就叫做東方不敗 那這本東方不敗 如果有回到一年之的讀者 也知道是1991至92年左右 是邱福龍的作品 傳書只是出52期博裝 是剛剛好一年 中間轉過很多人畫 才是邱福龍 然後他們走到騰龍 就好像變了是 鄺奔強 鄺奔強 不知道有沒有畫到 因為好像是一起走的 鄺奔強 然後畫了一段時間 就是西華畫的 最後就換了主筆名叫小寶寶 我都猜到你們會笑的 是好笑的 小寶寶畫東方不敗 你的名字一路下去都越來越好笑 西華開始 西華現在就是神掌龍健飛的美術主筆 然後最後落到小寶寶 現在是醉拳 前面是醉拳 跟著中段是神掌龍健飛 後面呢 是什麼來的呢 小寶寶 小寶寶就是IQ博士 我今天走過報攤看到這本 因為我以前有買的 但搬家都丟掉了 還是好像都給了 不知哪一個動漫裝 Anyway 難道玉記出回馬幫 邱福龍買了一個版權 你看潮珍版的三個字 因為潮珍版有這三個字 如果是老鳳出的 他用JA 他不會寫潮珍版的 不會 柏迪那本劍雲也不會 寫得潮珍版 還要是邱福龍的東西 我想是玉記 少計也是 我買了兩條東西 包裝三期 這本剛剛好 一看下去 被人騙了 被人騙又不敢說 反正原本他都是這樣的質素 90頁 96頁 傳輸 封面 100頁 其實全部都是scan稿 原緝原味 非常 連當年的專欄也有 那我就知道 很大機會都是龍勝鋒的東西 照計也是 因為他後面沒有版權頁 連版權頁也沒有 如果是玉記出潮珍版一定有版權頁 照計應該好 這套東西頭十幾二十期都好看 在邱福龍主理之下都好看 一本三期 一本就當年三期 十幾期 十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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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三四 買四三四 買四五本 都好 對 其實不是買太多 但是老實說 這本東西 如果你不是邱福龍迷的話 就不用買了 這本東西的質素做得太差 紙又薄 那些畫又scan得差 是黃的 可能是一些書紙黃了 走去scan 當然啦 當年什麼 那麼久 那些書紙都黃 一年到現在 差不多二十年 十八年 拿一套二手買一套 然後scan完再印 你想一下 如果找到二手 不如你買二手算吧 二手看得舒服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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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些兜床價值 是啊 但是有很多 很多奇的封面 其實很漂亮 東方不敗 那時候 非常之漂亮 那就對了 買回來 所以應該要買 平裝版會比較好 總之 如果 建議大家 不是什麼 就不要隨便買 不是真的喜歡歐福龍的東西 你又見不到 就不如不要隨便買 只有薄 真的很薄 所以很輕 你看到它那個厚度 其實原本跟一本 紅武大帝一樣厚 但是比起紅武大帝 輕得好很多 應該是一樣的 三份也有 還有你拿起 很明顯是軟的 紅武大帝 對 因為它的紙 應該是 可能這隻 大約 六十克 六七十克 六七十克 這些是九十至一百克 這些是九十至一百克 算了 算了 給大家一個資訊 可能大家喜歡 上咖啡看 好 那我繼續買 還有東西想說 沒有啦 我只看一本薩道 薩道 薩道 青龍很像天道 去修煉 應該是接下來第三星國 這期最重點就是 他其實是可以達到低手 他不入而已 第三度覺醒 即是有女兒被他搞他不入 他現在告訴你他不入 即是告訴你將來會有契機 有件事令到他一定會入 或者想入 都不夠膽 所以就入了 隨時可以入 即是一定有件事令他入 所以他應該是最後一個第三星國 青龍爆破拳 遲得可能是 第三度覺醒 我自己覺得其實保羅也有 我覺得所有殺道會的人都可以 可以埋在第三度覺醒 其實如果你的角色越去到後期 就應該越強 要不然你就會變了路人 淘汰 淘汰 保羅呢 保羅呢 你覺得他那把鑽石劍分解 他以前的能力 即是他全度的分解能力 又有新東西呢 暫時應該沒有 但遲些就很難說 遲些應該會帶青龍的機會 看來青龍的機會 會帶著 這兩個人走在一起 肯定不是開批吃薯片 肯定是開拖 開拖 要我幹掉你 最後已經說了 你覺得誰會贏 應該青龍贏 青龍贏 青龍贏 保羅就很廢 這樣搞下去 保羅不會死的 不代表他死 掉落水 不代表他死 不代表他會殺了對方 又很怒人 即是有事才會找他出來 又躲回一頁城寨 因為沒有理由這麼快 要青龍死 鋪到這麼大的事情 會變得更怒人 會變得更怒人 今期又在燒東西吃 而且鋪到青龍出場 這麼厲害 又說我可以入 我不入 大家出場一打 我輸了 你不覺得這件事很搞笑嗎 我不知道 或者打不成呢 我不太懂得想他們現在 例如殺到一些關係 尤其是沒有了大奸角之後 他們打算怎樣發展 我也有點怕他們發展到 像剛才說的那本 預言書嗎 不是 剛才說的那本 又沒有主線那本 龍檢飛 我有點怕 因為其實一葉賓館 他們那邊可以不搞索羅 他們不打算統一天下 索羅也不一定要搞他 那不想什麼搞呢 因為他一直都是說 啊 啊 糟了 羅比跟他們說了 你 可以 如果穩穩定 你可以統治這個世界 成為最好的 最大勢力的人 那你可以不搞的 咦 反而我覺得 最後是一葉賓館搞他們 可能阿頓 看完語言書之後 發覺有些事情 如果他不搞 就會引發一些事情 令到他不想這些事情發生 那未必是因為關自己 就像阿溫總那樣說 一葉賓館就不進 就即退 就被這個 黑日軍團吞拼 如果他不動的話 我不是很想你們 剛才所說的情況 就是 慢慢越來越多人 越來越 越來越提升 只不過越來越多勁人 那就等於現在的黑炮 全部勁了 沒有東西好打 這個世界觀 這件事就不好看 黑炮 黑炮已經先升了 那些人 當然是先升 當時黑炮最初很好看 因為有長空特別 很厲害 又有無界 特別很厲害 黑炮和鐵中比較低 但是看他們怎樣打 後期全世界都終結九萬多 那不敢選擇 打手 等於現在大家都打仗 不用派兵 只會打個掣 這樣 這件事就不好玩 這件事就變成一本難輸 到時如果是這樣 我就沒心思追下去 應該是不會的 我覺得如果你殺到下來 跟著下來要擔心的 就是和仔怎樣揹兩本書 那本Nationalization Nationalization Hero 因為我覺得現在伸鑽 伸鑽沒有好下場 醉拳又弄到一坨屎 沒關係的 龍虎門又一揹 即是龍虎門現在又 優快又優快又優極 都優不到一條褲 醉拳都還未開始 去到一坨屎的階段 我相信最拳亂 如果幾本身著 我反而最不喜歡是龍虎門 我也是 其實沒有味道 可能因為都是鼓壓仔的影響 我覺得現在的龍虎門 是沒有那種 好像剛才說 沒有劇味 好像一群遊遊閒閒 好像開派對 純粹是舊同學聚會 所以這個出原來就那個 那個出那個 然後給你一些武功 天殘腳又廢 真的廢 完全沒有表現 初初第一次做了什麼 宇刊聚會 說到天殘腳很厲害 然後 裘玉娟 還在大叫 走先 然後龍虎門推開他 你走 我死定了 諸如此類 然後很大隻腳踩了 地上整地爛了 很厲害 沒有 其實原本應該可以逐個逐個打 結果走出來開派對 怕死東西被人吃光 那麼神七便來到 浪費了 我覺得有點亂 比起罪權 勉勉強強 大家都知道 開始搞一個 不所有人都知道的 難解就是 那個白髮小劍先 就不是真正的小劍先 然後一路滾滾滾滾滾到黃山 然後就 所有人圍毆 老祖宗 那中間 好像我們上一集這樣說 黃無忌和 煉匹邪 又會自己走過來一起夾 老祖宗 但是 又互相 敵視對方 然後班禪又來 然後 朱邪峰等等 不是 煉匹邪那些 和獨仙那些 雖然 罪翁權義做得不好 但是其他的佈局 大體上 都是OK的 故事其實不太差 撇除老祖宗 又現代回來 搞事 反而是罪翁權義出現問題 就是這一招 好像剛才阿斯蒂那樣說 太容易被下載了 哈哈 大便賣 首先 罪權義現在就是 第一就是 老祖宗搞亂了時間 第二就是 罪翁權義 太便宜的一件事 主要是這兩樣缺點 所以 其實 應該 你說出日帝月後 我覺得前居可鑑 神掌龍眼飛 如果出那麼多人 你應該要按一按 應該出的時候 才好再出新人物 罪權 我想 都是 搞清楚 黃武忌 小劍仙 聚娃仙 這幾條 最重要的角色 之間的衝突 才準備 赤飛 班禪 甚至日後的 王寧 諸如此類 不知道會不會出魔童 熱天為我 總結 不要太貪心 慢慢來 老實說 你拿這些牌頭出來 就不擔心 那些人不買 搞好一些 中華英雄 慢慢都不似的 連尾才出 那 又46分 差不多了 聊聊一下 就不覺得了 今集節目時間 到這裏為止 下個星期繼續 講問 到時再見 拜拜 好